天文学家利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发现了一个极红的超大质量黑洞 它生长在阴暗的早期宇宙中 这个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4000万倍 它被一层厚厚的气体和尘埃包裹着 使它的光线发生了强烈的红移 这是一种由于宇宙膨胀 而导致光线波长变长的现象 类似于火车驶离时发出的声音变低的效果 这个黑洞的红移值是10.4 这意味着它的光线波长被拉长了11.4倍 从可见光变成了红外光 这也意味着我们看到的这个黑洞 是在宇宙大爆炸后大约7亿年的样子 当时宇宙还处于一个黑暗而混沌的状态 这个黑洞的发现是JWST的首次科学成果之一 也是Uncover计划的一部分 Uncover计划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旨在利用JWST的强大的红外观测能力 探索宇宙的最早期 揭示宇宙中第一批恒星和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这个黑洞是JWST在Uncover计划中 发现的三个极红类星体之一 也是其中最明亮的一个 类星体是一种由超大质量黑洞驱动的强烈辐射源 它们是宇宙中最亮的天体之一 甚至可以超过其周围星系中 所有恒星的光的总和 这个黑洞的存在和特征 给天文学家带来了一些难题和挑战 首先它的质量之大出乎意料 按照目前的理论 黑洞是由坍缩的恒星或星系形成的 它们的质量通常不会超过太阳的几百万倍 然而这个黑洞的质量却是太阳的四千万倍 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宇宙的早期 经历了极快的生长 研究小组估计 这个黑洞每年要吞噬 相当于太阳质量的一千倍的物质 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 这些物质主要来自于 黑洞周围的一个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旋转圆盘 称为吸机盘 当物质落入黑洞时 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使吸机盘发光 这就是类星体的光源所在 然而 这种快速的吸机过程 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比如强烈的辐射压力和磁场效应 这些效果会抵消黑洞的引力 从而限制物质的流入 因此天文学家还不清楚 这个黑洞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 实现如此惊人的生长速度的 可能的解释是 这个黑洞所在的星系 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中 它周围有大量的冷气体 可以不断地为黑洞提供食物 另一种可能是 这个黑洞是由一个更大的 原始黑洞演化而来的 这种原始黑洞 是在宇宙的最初阶段 由密度波动形成的 它们的质量 可能比恒星形成的黑洞要大得多 其次 这个黑洞的颜色之红 也令人费解 虽然宇宙膨胀会导致光线红移 但这个黑洞的红移值 远远超过了 其他类星体的平均水平 这表明 这个黑洞 不仅受到宇宙膨胀的影响 还受到了其他因素的作用 使它的光线更加偏向红色 研究小组认为 这个因素 可能是黑洞周围的气体 和尘埃的遮挡 这些气体和尘埃 可以吸收和散射光线 使光线的波长变长 从而增加了红移的效果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黑洞 在JWSC的数据中 只呈现出一个小点的样子 因为它的大部分光线 都被遮住了 这种遮挡现象 在早期宇宙中 可能比较常见 因为当时的星系中 含有更多的气体和尘埃 这些物质 可以为黑洞的生长提供条件 同时也会影响黑洞的观测 如果没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1915年预言的 一种奇妙的效应 即使是JWSC强大的 红外望远镜 也无法看到 这颗早期类星体 这种效应就是引力透镜 它是由于有质量的物体 会扭曲时空而产生的 当一个遥远的光源 和一个靠近我们的物体之间 形成一条直线时 靠近我们的物体 就会像一个透镜一样 折射和放大 遥远光源的光线 使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细节 这就像我们用放大镜 观察微小的物体一样 只不过这里的放大镜 是由引力场构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 JWSC利用一个名为 Abel2744的星系团 作为前景透镜体 放大来自背景星系的光 否则这些星系 就太遥远而无法看到 这就揭示了 它们所定的极红类星体 最初是以三个红点的形式出现的 这三个红点 其实是同一个类星体的 多个图像 因为引力透镜 会导致光线的分裂和重复 通过对这三个图像的位置 和亮度的测量 研究小组可以重建出 类星体的真实形态和性质 包括它的质量 大小 温度和红移 当JWSC开始发送 第一批数据时 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我们当时正在扫描 为Uncover计划发送的数据 三个非常小巧 但却绽放红光的天体 非常显眼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 卢卡斯·富塔克和 阿迪奇特林领导的天文小组 在一份声明中说 它们的红点外观 立刻让我们怀疑 这是类星体 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发现 不仅展示了JWSC的观测能力 也为我们理解宇宙的起源 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个黑洞所处的时代 是宇宙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 称为在电离时期 在这个时期 宇宙中的第一批恒星和星系 开始形成 它们发出的强烈的紫外线辐射 使宇宙中的氢原子 从中性状态转变为电离状态 从而改变了宇宙的透明度和结构 这个黑洞可能是这个过程的 重要参与者之一 因为它也会发出大量的紫外线辐射 影响周围的气体和星系的演化 这个黑洞 还可能是宇宙中最早的 超大质量黑洞之一 它们的形成机制和演化历史 还不清楚 这些黑洞可能是由原始黑洞 恒星探索或星系合并 等不同的途径产生的 它们可能对宇宙的物质分布 和能量传输有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这个黑洞的 进一步观测和分析 我们可能能够揭开 它的起源和成长的秘密 从而为解决 超大质量黑洞的谜团提供线索 这个黑洞的发现是 JWST的一个重大突破 它展示了JWST 在探索宇宙的最早期 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美国宇航局的JWST项目科学家 杰夫卡多克在声明中说 我们期待JWST在未来的观测中 发现更多的类星体 和其他奇妙的天体 为我们揭示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启示